歡迎大家繼續收看議會內外 我今晚和何俊仁談談 最近我們有個團 立法會團去廣東 其實我都說了 為什麼現在無端端搞個團呢 其實這個團是兩個事務委員會 其中一個是環境事務委員會 他們去年年尾就已經提出了 說想搞個團 而廣東省或者內地的當局已經否決了 即是不讓他們去的 現在突然起死回生 就是因為六四接下來 六四接下來大家怕很多人會出來 因為20周年 支聯會今年要多做十多萬蠟燭才行 那怎知道 未起情前一天 報態就在立法會 陸國大風上 我們泛民就全部起床 全部跑出去 那你講給觀眾聽 你為什麼 其實第一 你民主黨主席為什麼要帶隊 要走出去 其實沒有帶隊 其實那個是自發 自發走出去 自發走出去 走出去很簡單 沒有人需要號召 沒有人需要呼籲 到時你就頂不住 走出去 沒眼再看他 其實大家知道一個香港從政的人 不要說他那麼高位 出來參選的人 你都要每一個人 包括民建聯的人 都會預備了一條 怎樣應付六四平反的問題 怎麼會不問你 你明不明白 他撈了那麼久 撈了那麼久 出來選的時候 以前已經是政務司司長的時候 已經是問責官員 你就沒有理由不想這個問題 好了 其實他有想 其實那天有了貓子 那貓子的官式答案 就很明顯是看爺爺的 那份東西 取悅爺爺 就是不會照顧香港人的感情 因爲他怎麽說 他就說 我很了解香港人的感情 但是這件事過了很久 這二十年來 國家的經濟發展 有這麽嚼人的成就 有這麽好的成就 這麽嚼人的成就 市民就自有公道 自有公道的評價 這句說話是令人反感的 也令人開奮的 因爲意思是說 起前殺人屠城 什麽都好 鎮壓什麽都好 現在賺到錢 經濟發達 補償了 這個是代價可以付出來的 因爲我們得到的成果就是經濟 這些令人反感 這些爺爺就會喜歡聽 但是爺爺都不敢說 你想想民建聯每年 我們有這麽多年六四辯論 從來是不發言的 都不敢就這樣說法 他已經是夠衰革了 已經掩著良心去說 好了 但是不足以拍桌 是不是 我們都不是馬上拍桌 那麽吳柯爾繼續再問 那麽他本來再重複這個答案一次 過了不久 那麽吳柯爾第三次再問就是 我就是問你個人 你不要說那麽多話 你個人贊不贊成病犯 我就是問你個人意見 那麽其實曾鈺成都不相信再回答的了 他說 吳議員 很多時候官員的那些答案 你是未必滿意的 是吧 他不是沒有回答你 你不滿意的 不過我都循例問一下 行政長官你有沒有東西補充 你沒有東西補充就算了 那麽多話 就不看那張貓子 因為貓子已經說了 讀了三次了 讀了 那他又要認聰明 那麽就說 我是代表整體香港人的意見 那麽就糟了 這個不只是沒有良心 沒有良知 你還想屈香港人 是沒有良知 那麽就火滾了 各個計起來就指著 你代表誰 你代表我 你都資格代表我 那麽整班人都吵 那麽其實你應該 如果你稍微有些 有些IQ的 這些東西 有些少少政治的修養 早上講錯話 你是不是對不起我 你講錯了 這就只有我個人的意見 那麽就算了 你又不肯 還複述多次 一般香港人的意見 好了 我們慶到 各個走出去 已經很激奇 那麽 那麽停了一陣子 他進來 還在講他原本的東西 好了 完整個答問大會 休了會了 他進了曾穆成的房間 和他的幕僚 就45分鐘 那45分鐘裏面 當然很多人告訴他 你怎麽笨 怎麽錯 怎麽亂說 怎麽會傷害了香港人 那種感情 會被人追著你的排章 那竹癡呢 我想他這個硬頸有 但是 他都接受了 竹癡也不能夠不接受 所以意見 意見得知了 我不知道曾穆成有沒有點過兩度 那竹癡出來 就死死地氣 道歉 收回 他們所講的話 就說他不是代表香港一般人 不過你看到水平是幾低 很低 很差 不過你說 不要只看到他的水平 有些人說看到他的樣子 他好像 入去初初就很聰明 那波 那樣 後來一整遇到 那波 那樣 其實這次來 這次進來的時候 意氣風發 剛剛民望升了 那我呢 我算是好人 因為我們頭的幾條問題 我早就跟記者講了 我問他 問曹爾寶 和那十點協議 真是 亨槍有聲 預備熟 熟念的那些答案 告訴你沒有這個問題 我沒有 很清楚告訴你 沒有十點協議 中聯辦沒有名單給我 那算吧 我滿意 你這樣答法 我希望紀錄在案就是這樣 然後長毛問他一條 長毛罵他 黃毓民坐在那裡去買國賊 他仍然是不為所動 跟著告訴你 什麼叫我們教育 沒有處理這個六四 拿來那些教科書 其實都OK 預備得不錯 長毛這麼兇 都來不兇 誰知道就失去一條最簡單的問題 這個問題因為沒有準備 不是沒有準備 不是有準備 他最後出事的答案 是沒有準備的答案 而是爆肚的答案 這個爆肚的答案 也是一個最自然的答案 發自難心的答案 即是他以為香港人 都好像他這麼壞 都是亡本的 都是亡機 都是他良心可以拿出去餵狗的 他是這樣 所以他看到他低估香港人 要視香港人 甚至就是 以為每個人都跟他一樣 這個就很可憐 其實他的水平 跟上次文革看得到一樣 文革就記得了 文革就記得了 那時候人家問他 人家問你 民主為何不努力爭取民主 為何不爭取民主 所以沒有選 問了兩萬他又有火 他就好像文革 他說文革怎會是民主 他說什麽不是 那些人都走上街 在那裡唏噓 就是民主 直至回到大陸 那些官員都教訓他 看多兩本書 文革就因為沒有民主 是吧 那終於又要出來道歉 其實這個人 好心 我有些嘉賓跟我講 真是 他說 你變成成龍的水平 成龍就是演戲 他都是想來立法會演戲的 有好一點的修養 好一點的素養 已經是沒有這樣的心了 還要 那些 這麼侮辱別人的智慧 和相關感情的說話 所以我覺得這次看得到 你一個這樣的制度出來的人 就是這樣 是啊 沒辦法 都是奴才的人 奴才的奴才 所以有聽話 是奴才的奴才 香港人都越來越看得清楚 還有你看得到 曾蔭權 你說他完全沒有才能 當然不是 你不要說他有沒有讀大學 那些不重要 沒有讀大學很多人都很厲害 他能夠一個讀中六的人 能夠一路扶搖直上 在公務員的體系裡 足之爬到最高 做到財政司 政務司 當然是他厲害的地方 但是他厲害的地方 是技術的官僚的厲害 行政的厲害 是吧 可能甚至就是 懂得奉認自己的上司 然後懂得指揮自己的下屬 這些是厲害 但是作爲一個政治人 和外界 是能夠有一個討論 有一個辯駁 能夠有清晰的表述 有一個清晰的意念 他做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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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節我們先談到這裏 你不要走開 待會回來再繼續和何俊仁談 最後一會再談到這裏 提醒的 我們先談到這裏 再談到這裏 我們先談到這裏 下次再見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